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讨论生死的问题 从佛法的观点来说 众生死亡之后 究竟往何处去呢 让我们来请教圣言法师 师父您好 陈小姐好 我们谈到一般人恐惧死亡 是不知道死亡以后会怎么样 会到哪里去 那么按照佛法的说法 人死后究竟往何处去呢 那些看这个人 是一个圣人 是贤人 还是一个普通的凡夫 还有凡夫呢 之中也有啊 是恶人呢 还是个善人 那么恶人之中啊 是一种啊 是大恶人呢 还是小恶人 善人之中呢 也有呢 小的善人呢 是大善人 那都有不同的这个结果 死亡是相同 但是呢 死亡以后到哪儿去啊 都不一样 因此在佛法里面讲 这个生命 一共有十法界 所谓十法界呢 也就是有四个地方 四个城市 法界 法界 十法界 也就是有生命的 这个环境呢 一共有四个城市 是 那这个城市叫做十法界 那么圣人 有四个城市 那凡夫呢 有六个城市 那凡夫之中 这个善人呢 有两个城市 所以圣天 以及在人间 两个城市 恶人呢 有四个城市 地狱啊 鬼啊 恶鬼啊 地狱啊 恶鬼啊 出生啊 还有呢 我们叫做 神 一般的神 一般的叫做恶神 那 这个 这神道里边 也有恶神 那这一些呢 都是恶人 出去的地方 那么因此呢 一般的人 大家畏惧死亡啊 都是呢 为果 而不为因 所以害怕 结果 会到什么不好的地方去 他没有想到啊 会到不好的地方去的原因 就是因为自己呢 没有好好地准备到 到好的地方去的 这个 这个 没有中这样的阴 中阴 对了 那么没有中阴 要想 没有中好的阴 怎么会到好的地方去呢 这 很多的人 这是呢 这是怕 我 而不怕阴 这个 在 互作的时候呢 这个 存坏心 做坏事 说坏话 伤天害理 但是呢 又怕死亡 死得到 这个坏的地方去 那么这个 是一个颠倒的事 因此 我们要问起 说 人死 要回到哪里去 先问一问 我们互作的时候 在做些什么 存的是什么心 讲的是什么话 做的是什么事 那 有的人说 哎呀 你这个人啊 根本不像个人啊 这互作的时候 又不像个人 人各的标准都没有了 那么这个人 大概 死了以后 大概不是人 因为 在互作的时候 已经没有人各的 一个 一个标准的 基础点 那 死了以后 大概不是人 那么有的人说 哇 这个人正是 活佛 正是像 天上来的天人 或者是 正是像个菩萨 那 他这个 因为 他的心 非常好 他的行为 非常好 他超过一般人的 普通人的标准 那你打个神贴 那个就可能成为 更好的 就是他的解脱了 成为圣人 所以这一些的 要看我们自己 究竟是 做些什么 你的行为 现在这一生之中 做了些什么 但是呢 也有人呢 在一生之中 没有做过好事 一生之中 都是做的坏事 那反正是 做坏事的人 一直到坏 一定到坏的地方去 所以干脆 就是到时为止 这么一步 不再做好事了 这也是错误 从复发来讲的话 人只要一个回心转意 就是让自己回头 还有呢 哭海回暗 这个 哭海回头啊 就是暗 那一定啊 希望随时 随地 能够啊 去恶而向善 能够改善 去恶而从善 那么就是 就是常常把自己呢 这个 从坏的 变成好的 任何一个时间 都有机会 离开恶道 离开坏的 遣除 而到好的地方去 就是一个 做了很多很多坏事的人 如果说是 还没有死以前呢 发了很大的好心 做了很多的好事 那这个人 是不是 还会到 这个恶鬼道去 出生道去 地狱道去呢 不一定 因为他那个念头 信念呢 转变了 信念一转变 马上前程就是转变 就好像是说 我们走的方向啊 向黑的地方走 你一定到黑的地方去 你一回头 不向黑的地方 方向走 又向光明的方向走了 那你就是向光明 虽然你曾经向黑暗走过 但是你现在不是向黑暗去 而是向光明去 那么前面做的坏事怎么办呢 没有关系 暂时啊 各在那里 先到了这个天上 或者是到了这个福国净土 好好的修行 修行之后 再回到人间来啊 度众生 这个时候啊 以菩萨的身份 立场来度众生 一边度众生 实际上也是环保 也是还债 也可以说 欠着很多的债务啊 应该还 那就叫还愿了 回来 把债务聊一聊 那就不叫还债 那叫还愿 是 那么这样子的时候呢 我们就是在 对于一个人的 所以死亡以后的一个前途啊 这样 最后一念 乃至于最后一念啊 是好心的话 前途是好的 如果这迷不悟 一直到死为止啊 都是做坏事 都是从坏心的话 那一定是往坏的地方去 是 谢谢师父开示 那么从师父的开示里面 我们知道 事后死亡往哪里去 事实上是自己生前 所作所为所决定的 可是很多人会说 因果真的可信吗 有什么证据呢 欢迎你下一集 跟我们一起分享 佛法的智慧